大家好 相信大家都已看到新闻 英女皇伊莉莎白二世 在9月8日在蘇格蘭離世 享年96歲 而白金漢宮亦宣布 王柱查理斯已成為新一任的國王 根據英國傳媒的報導 全英國已進入了哀悼 將持續到女皇陛下的葬禮 而葬禮會在女皇陛下離世後10天舉行 昨天這個消息一出 無論香港和英國的傳媒都集中報道這件事 剛好星月六是中秋節 本身應該有大量的慶祝活動 因為英女皇在星期四離世 相信大家都會取消慶祝 或者改為簡單的地方吃過飯 也是的 這麽大件事 英女皇一生受盡人民的愛戴 全國哀悼 整個國家都充滿悲傷的心情 難道還大羅大鼓地慶祝嗎 是的 本身今天萬城唐人街 都會有慶祝中秋節的活動 但因為這次這件事而取消了 不同地方有不同文化 雖然我們是中秋節 但生存在別人的地方都要尊重一下 更何況是人人愛戴英女皇 上年來到英國的時候 其實都不覺得有經常下雨 但這段時間 經常下很大很大雨 真的有些奇怪 是不是有些啟示呢 記得沒多久之前 我們還拍了一條片 是慶祝英女皇登基70周年 想不到幾個月後 這麽突然就已經離開了 所以說大家都要珍惜身邊的人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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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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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